大家好,我是晚风,这一期我们继续来聊聊代服饰 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人极其热爱金银器 所以在聊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制作精美的金银器 而在这诸多的金银器中,聊代的金冠又以其独特的造型和迥异于其他时代的风格 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类别 史料记载,契丹贵族在朝会、祭祀、宴饮等重大场合均会佩戴金冠 契丹金冠主要分为三大类 金文金冠、刘金银冠和刘金铜冠 从名字上我们可以知道,这三类金冠的区别就在于材质 金文金冠的材质及文师均为金质 刘金银冠为银质,上面留一层金 刘金铜冠则为铜质,上面留一层金 所以,根据贵重程度不同,金文金冠为皇帝专用 另外的两种则为契丹贵族所使用 这是一件出土于辽代中国公主墓的高翅刘金银冠 冠体为圆筒状,两侧有对称的高丽翅 燕云台中大姐胡念在大婚时所佩戴的金冠 就是根据这件金冠的形制制作而成的 除了这种常见的金冠外 考古专家在辽代墓葬中还发现了一种造型十分独特的鹅冠 这是一件出土于辽宁康平县 后刘东屯辽墓的刘金铜双缝冠 因实物照片并未公开,我们暂用线描图代替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件金冠是一个带状的鹅姑 姑面刻卷叶纹和圆圈纹 两侧为一对展翅玉飞的卷尾缝 接两缝之间只有一颗火球 在燕云台中,萧燕燕多次佩戴的鹅姑式金冠 应该就是根据此件文物进行的艺术创作 另外,在史料中,非常幸运地 我们又找到了萧燕燕所佩戴的封冠的相关记录 统合23年及公元1005年 宋朝使臣陆镇初始聊过时 在承瑶路中写道 国母当阳,冠翠凤大官 官有随鹰,垂赴于岭,凤皆福 从此处记载可见 萧太后所佩戴的凤冠上坠有长长的鹰落 且鹰落垂下,直至以岭 在燕云台中,服装族也非常有心地 在萧燕燕的很多官室上加坠的鹰落 这种设计既符合史实,又充满了异族特色与视觉美感 在这里,晚风我一定要给一个大大的赞 最后,我们再来聊聊最近被大家玩坏了的昆发 昆是剃的意思 所以昆发即指剃发 但是由于剃发的多少和部位不同 聊戴契丹仍坤发的发型有很多种 这其中比较常见的款式是 将头顶和后脑的头发全部坤去 仅留下额前于两侧的头发 且两侧的头发多放于耳后 有时也置于耳前 来,我们来上一些图 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各式各样的聊戴坤发 嗯,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种人为的秃顶式的发型 简直是所有有脱发烦恼的男性的福音啊 不过,尽管聊戴的发型多种多样 但可以肯定的是 烟云台中为了照顾现代观众审美 所使用的长辫子批发的造像 气氮是肯定没有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因采取因素而至的政治制度 聊戴统治者并不要求 其治下的汉族大臣和百姓剃发 也允许所有的汉人穿戴汉族服饰 保留汉族的生活习惯 例如,在这幅河北宣化聊木的壁画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戴黑金的汉族人 与昆发的气氮人共处一世 所以,民族交融 汉族、气氮族服饰并存 是整个聊戴服饰的重要特点 这种特点在烟云台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而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民族态度 使辽帝国很快地吸收了来自北宋、西夏 以及西域各国的先进文化 获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高速发展 然而,随着辽带的负面和气氮族的消亡 这个曾经雄霸于我国北方草原的兼容并蓄的大帝国 渐渐地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由于辽带墓葬被大规模倒挖 辽带的史料典籍在金灭辽的时候也被大量毁损 千年后的我们只能凭借着残存的典籍 斑驳的壁画和冰冷的起舞 去感受那个曾经繁荣一时的游牧闻名的赤肉温度 以至于时至今日 当我们再度提起了提起七单 我们的脑海中所浮现出的依旧更多的是扬鞭、策马、如毛饮血和血性杀戮的刻板形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 电视剧烟云台的辅导画组并起了固有的观念 通过认真地考据、精心地制作、艺术的加工 努力地僵疗 那个沉睡了千年的草原帝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当然,这其中也难免有不足和疏漏之处 但整体而言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湛蓝的天空、驰骋的骏马 翻飞的蝶血、药木的景观 你我和不闭上双眼、放飞思绪 一同开启一段关于那个遥远国度的美的旅程 好了,这一期关于调代服饰 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我是晚风,我们下期见